2014年台北市長選戰 藍綠都有不少人想要角逐 剛剛新聞中看到了 而現在在基層還流傳了一份 力拱前副總統呂秀蓮參選的傳單 呂秀蓮到底有沒有參選的意願 加上了呼聲很高的台大醫師 柯文哲跟前黨主席蔡英文 這是不是也牽動了綠營內部的派系角力戰呢 今晚間冰台時間 我們請來聯合晚報的黨政記者 林靜英到現在來為我們分析 靜英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就先來看到 雖然呂秀蓮今天出面說明了 不過他看起來是否認了 9月6號這個時間點 並沒有完全否認說 要不要參選台北市長這件事情 你的觀察 呂秀蓮到底有沒有可能參選 我想我們從呂秀蓮周邊的這些朋友 跟台北市基層的這些黨職人員 公職人員得知 確定的消息是 他的參選意願其實是非常強烈的 但是他在公開場合的 所有的發言跟講話 他其實還是給 他其實都一貫的講法 就是說最近一貫的講法都說 參選這件事情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事情 還是比較保留 對 他其實沒有講得這麼的直接 其實都很間接的表達 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你怎麼看你覺得他這個時候保留的意思是為了什麼 我想他一方面其實也是在測試黨內對這件事情的反應 另一方面我想他其實也是在積極的準備跟部署 包括說他這兩個月來 他其實很多的時間跟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是在台北市的基層在跑 所以其實在我們沒有看到的時候他已經很勤跑基層了對不對 那他用的理由其實都是說他要推動台北市的核四公投 但是實際上其實大家的了解就是說曾經跟他接觸過跟他談過話的人 其實都很清楚的表達說他其實是有這個參選的意願的 他並沒有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當初就是說我們大家因為很好奇說 呂秀蓮怎麼會想要來參選台北市場 你所瞭解他有什麼樣的動機會讓他想要來參選這個選舉 我想一個政治人物的參選其實原因非常多 那我不完全清楚知道呂副總統他參選真正的目的跟想法 不過我想他其實對於參選這件事情 我想很清楚他其實當然希望能夠代表民進黨 能夠搶下台北市長 我想這是他最清楚的一個目標